哈囉 大家好 我是屏 那我們今天要介紹一款新的手機遊戲 這款的話基本上是哲平私底下 就是看別人工商的時候發現 好像是一款還不錯玩的遊戲我就宰下來 那基本上真的是還滿好玩的 大家可以來考慮一下喔 那這款遊戲叫做我們Drop the Zombie 那... 我不知道它的中文是什麼意思啦 不過這款遊戲基本上就是要讓全世界的人都變成殭屍 那是一款還不錯的一款遊戲 但是它還是需要動腦的喔 所以大家我們來看一下這款遊戲到底是怎麼玩吧 基本上這就是我們一開始的研究所 那研究所這邊你可以製造一些病毒阿 或是製造我們一些符文 那主要來說就是要製造我們的殭屍啦 那殭屍這邊你就可以製造一些比較厲害的殭屍 然後讓我們殭屍去殺死其他人 然後把他們殺死之後就可以把他們變成殭屍之類的 然後目標就是要把小關卡的所有人都變成殭屍 它會有一個讓大家去看一下要變多少人殭屍的東西喔 那旁邊就會有一些設施 基本上大家如果玩我們新手任務的話 它就會教你怎麼去用這些設施喔 那設施的話可以建造一些通關的一些物品阿 或是幫我們加強我們能力的一些符文這樣子 那旁邊這邊的話就是我們殭屍群喔 那每一個殭屍的話它基本上都有裝備這個DNA DNA就是我們的這個符文 所以大家可以裝備一下這些符文喔 那感染率的話基本上就是 它把我們地圖上那些其他人殺死之後呢 它可以讓他們變成殭屍啦 那其實變成殭屍的話是一個好處 因為基本上我們每一個殭屍的存活時間是有一定的壽命的 那如果它要遇到一些 就是會把殭屍給打死一些人的話 可能就會生活的時間就會更短一點點 所以它只要把別人擊殺可以成功的去感染別人的話 那基本上你的殭屍軍團就會越變越多 那就可以利用我們殭屍海去殺死其他玩家這樣感覺喔 所以這邊的符文是非常重要的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那每一隻角色就是 每一隻殭屍如果升到最滿等的時候 是可以改造 那限界突破之後呢 就是你必須再拿另外一隻相同的殭屍啦 所以基本上這款遊戲的話它是不用課金的 你只要打關卡的話就可以取得我們這個... 就可以取得我們這個資料書喔 就是左邊這個只有三本的 那這個只要有十本的話 你就可以在這殭屍製造所這邊製造我們的殭屍 那大概就是類似我們抽卡的那種概念啦 所以基本上就是要打我們關卡 然後累積我們這個殭屍的素材 然後再來造一下我們殭屍 那照到相同殭屍的話 你就可以把他們改造阿 或是讓他們就是變成真質 那真質的意思就是說呢 你一開始的話只有1的話 就是代表你只能派這隻殭屍派一隻 那如果是有2的話 你就可以派兩隻那個殭屍這樣感覺喔 那這邊的話我們稍微換一隻 那個我們有2的那隻殭屍給大家看 基本上我有一隻殭屍有把他用成2 因為一開始新手訓練的時候 他有幫你用成2 就是這隻 那我們就先把他跟聖誕老人換一下喔 讓大家看一下什麼叫做乘女2 好 那這遊戲的話基本上玩法非常的簡單 但是基本上也是需要動腦的喔 我們就先來玩一下世界征服 那關卡的話則明是打到第52關了 那我們就先卡一下看看喔 基本上裡面的話就是會有一些人啦 那這些人的話是不具有攻擊性的 但是過一段時間的話他們可能會有帶一些 就是能夠攻擊我們的一些玩家出來 所以就可能會比較困難一點點 所以一開始是不建議大家直接把我們的殭屍全部出喔 那像我們這邊的話先來給大家看一下 像我們這隻殭屍他有兩隻對不對 所以你按一下之後呢 你可以派一隻出來咬他們 然後基本上另外一隻你就可以再派出來 那一般來說你如果沒有2的話呢 基本上他是只能派一隻這樣感覺喔 那玩這個遊戲的話非常建議大家 因為一開始就要這麼快的把殭屍全部派出來 因為有時候他會有一些就是 會攻擊的一些路人啦 所以會比較麻煩 有沒有看到我們這邊 右下角剛剛有一個拿槍的 那這邊拿槍的話我們就盡量派一些比較厲害的殭屍去打他 先針對他來做一波攻擊 不然可能就會比較麻煩一點點 因為基本上我們的殭屍他們都是會有壽命的 所以盡可能就是要看 你要怎麼去把那些人打死 然後來擴展或是延續一下我們那個殭屍的壽命喔 像我們旁邊這邊有一些就是小殭屍 那個就是我們殺死敵人之後呢 他們會變成殭屍 然後如果越多的話基本上越好啦 不然其實我們這些就是 像我們剛剛派的那些殭屍很多都已經死光了 因為他們的那個壽命是有限的喔 所以大家在那個殭屍的那個壽命之前 就把我們這整張地圖的所有需要感染的人全部感染掉 基本上就是這款遊戲的目的這樣子喔 那打完之後就會有一大堆素材 那這些素材的話可以去研究所這邊來做一些 道具阿 輔助道具或是做一些東西 像我們這邊的話就可以做機關槍或是腎上腺素喔 主要來說就是 要努力的把地圖上的所有人都變成殭屍 或是把地圖上的所有人都殺光這樣子感覺囉 像我們這邊可以一次帶三個道具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可以選三個道具 然後來補助自己通關這樣子 那這遊戲基本上有一些關卡是還蠻難的 因為會有王的感覺喔 好 那我們這邊就繼續感染 那這個時候你就可以用補助道具 比如說機關槍放在這邊阿 然後協助你殺掉我們這些人這樣子 那倒數時間的左邊會有一個就是47 那47的話就代表我們要把47個人感染這樣子喔 那這邊的話有一些就是人會護士啦 像這個護士帽的話他就會幫那些人補血喔 所以盡可能就是針對那些會殺我們殭屍的人 或是針對我們那些會補血的人先把他們殺死 像左邊有一個拿那個散彈槍的人 我們就先用我們這個騎士先把他打死喔 那你的殭屍越強的話 基本上打關卡就會越容易 但是目前來說這些都還是小關卡 所以會比較簡單一點點 待會的話有一些王關的話 我們再來看一下王關到底有多強喔 所以這款遊戲主要的目的就是 就是你要利用你的殭屍 然後去把這些人全部都變成殭屍 那盡可能就是不要一次輸太多的殭屍 因為有些關卡可能 你像我這樣隨便亂出的話 有些關卡可能會刷的比較快啦 但是你一開始就直接先把殭屍放出來之後呢 你可能就是續戰力就沒這麼強 因為你的殭屍如果沒有順利的把別人變成我們的 那個就是殭屍的話 可能就沒有辦法那麼順利 像我們這一場就是直接通過去喔 因為折平現在目前來說殭屍的等級是比較高的 所以可以這樣玩 那你們也可以用這個方法來刷關卡 或是用早上券來刷關卡 但是如果你遇到一些王關的話 你可能就沒有辦法這樣玩了 因為王關的話他們那些王可能都非常的可怕 因為我記得我之前打王關的話 都卡了滿久這樣感覺喔 那我們目前來說的話 等級比較高的話你就可以這樣玩 你就先把他們等級高一點點之後呢 然後就開始跟那個四面八八放啦 因為如果你都放殭屍放在一個區域的話 他可能就是走不到另外一個區域 那可能就會比較麻煩 所以是非常建議大家就是分散放這些殭屍喔 我們待會來看一下就是 如果我都把殭屍放在一個區域的話 那可能有一些人就殺不到這樣感覺喔 所以這款遊戲基本上在施放殭屍上面的話 還是需要動一些腦袋的 就是不是隨便亂放這樣感覺 除非你的角色真的很厲害這樣感覺喔 再來就是我們的魔王關啦 來看一下 讓他看一下怎麼叫做隨便亂放的下場 這關是魔王關喔 那我們如果都把殭屍放在同一個區域的話喔 基本上殭屍的話會自己走過去 但是在走的這個期間的話 他可能很有可能就直接被打死了 那目前來說我們這邊的話 角色都已經全部放掉了 所以魔王出現的時候 我們可能沒有那麼容易可以去打到魔王喔 魔王就是左邊戴那個消防師帽的那一隻 而且有兩隻喔我的天啊 這邊可能會比較尷尬一點 但是目前來說我們的角色還算是滿強的啦 所以還算是輾得過去耶 我們待會兒看一下哪一關輾不過去好了 這關的話我們還算輾得過去 但是你看我們這邊大隻的殭屍都已經死掉 只剩下我們角色的殭屍了 而且角色的殭屍的話過一段時間還是會死掉 不過這邊我們還算撐得住喔 所以不建議大家就是以一口氣 把那個殭屍全部放掉這樣感覺喔 好 沒關係那我們這邊的話 我們就看一下下一個魔王關 會不會變比較厲害一點點囉 好 那我們這邊的話就打到下一個王關喔 那我覺得這次因為我會比較強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們這個高級魔女啦 那基本上這款遊戲的話 目前來說抽到的 我大概只有抽到我們騎士是唯一一隻五星 那其他這個冒牌孫悟空跟高級魔女的話 你們只要就是把關卡打到我們的 20關卡或是50關卡之後呢 這個遊戲就會自動送你們這樣感覺喔 所以基本上就會比較簡單一點點 那基本上我這邊的話 也有把他們練到就是比較高等啦 那要怎麼把他們升等呢 就是需要我們就是 中間這個地方的這個病毒實驗室 那我們只要有這些病毒的話 你就可以在我們殭屍這邊的話 把他們升到滿等喔 比如說我們這邊要升這個男的話 基本上你只要在升級這邊的話 只要按MAX就可以把我們這些病毒 換成就是他的經驗值這樣的感覺 那目前來說的話 哲平已經把我們那幾隻五星角色 都已經升到滿等了 所以有些關卡的話 基本上對我來說就還滿簡單的啦 所以我們就繼續來打一下喔 這關的話基本上就是一個王關 那王關基本上都比較難一點點 所以我也不知道打不打贏 我們就來試試看喔 那當然基本上我是一次全部出啦 但是這一次的話我覺得 不要那麼的保險喔 就是不要那麼的不保險 我們就先出兩隻小殭屍 在旁邊先讓他們先咬 那如果他們能夠先感染更多隻 就是殭屍出來的話 對我們就待會要打王的話 應該會比較簡單一點點喔 那這邊打王的方法的話 就是看他王在哪裡出來 出來之後呢 我們就馬上先派一些 就是比較厲害的角色先過去 咬他們這樣感覺喔 有 那隻閃彈槍的出來了 那我們就先派出我們的騎士去跟他打 我們騎士還算是滿厲害的 這樣感覺 好 這邊感覺我們這一次感覺比較尷尬一點點喔 感覺沒有那麼厲害 呦呦呦 再咬了 咬死 然後又有另外一隻出來了 所以這一關的王的話 是我們閃彈槍的士兵啦 但是目前來說我們騎士五星的滿等的話 應該還算是滿厲害的 所以沒什麼太大問題喔 那把完打死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用一些其他的殭屍來收頭 這樣感覺 基本上沒什麼太大問題 OK 全部都咬爆了 我覺得這隻巫師還比較強一點點 因為這個巫師的話 他是一砲就可以直接貫穿欸 所以基本上你只要打到我們第五十關的話 他就會送你一隻巫師 所以還算是一隻 新手還滿厲害的一隻角色喔 那到我們一百關的時候 他好像會送你一隻六星的角色啦 所以就會比較厲害一點點 大家可以去嘗試一下喔 好 那像我們剛剛打了這麼多的研究書 像我們現在有二十一本了嘛 對不對 那每製造一隻殭屍的話 就必須要有十本書 所以我們就可以直接把他們製造出來 那 越高的時間 等待時間越久的話 基本上他的殭屍就越厲害了 那如果你有那個 直接完成的殭屍券的話 你就可以直接按 然後就可以讓他直接造出來 這樣感覺喔 所以這款遊戲基本上就是要一直造我們的殭屍啦 然後就是用我們的殭屍 然後像我們剛剛的話 就有這個 建築師 那剛剛那隻建築師的話 我們就可以拿他繼續來增殖這樣子 因為我們剛剛已經抽到一隻建築師了 那增殖之後呢 他就會變成可以召喚兩隻這樣子的感覺喔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用同樣的殭屍 去把他增殖 或是用他來做一波改造 因為改造的話 你能夠裝的那個就是我們的DNA 就會變比較多啦 這邊有改造一次十開放 改造兩次十開放 所以基本上一個是增加你的DNA 然後一個是增加你的那個 就是施放的角色的數量 這樣感覺喔 那這些東西的話 都可以那個強化 然後也可以就是裝在你的那個裝備上面 然後也可以拆除啦 所以你就可以到時候看一下 你們製造一些更厲害的DNA之後呢 再把他們換上去就可以了這樣子 所以 主要來說就是努力的讓 就是整張地圖的人 都變成你的那個 殭屍或是把他們給殺死 這樣感覺喔 所以這款遊戲的話我覺得 還算不錯玩啦 就是需要鬥一些就是 腦袋然後去看一下要如何就是 用最小的效益去把那個所有的人 都感染成殭屍這樣感覺囉 那你越打關卡越到後面的話 基本上會開啟兩個模式 一個是人類車拼跟我們這個什麼 戰艦模式啦 那這個的話之後有時間的話 這邊會再跟大家做一波介紹 那今天的話主要來說就是 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款遊戲的初步玩法喔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這邊會把那個下載連結放在 我們的那個資訊表達裡面 那大家可以一起來就是 感染全世界的人類這樣感覺囉 好那我們繼續玩到這邊啦 就是我們今天這款殭屍遊戲 非常好玩而且你覺得很可愛的話 可以幫我影片點個喜歡囉 每一張四點鐘的時候 有點個晚上五點半 跟晚上七點晚上五點鐘 就點鐘影片囉 打開來看一下啦 那我之前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啦~~